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我做beats的技术也在不断提升 所以接下来呢 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在这个时候呢 我已经对我自己的音乐 有一定的掌控能力 但依然不完全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采用的方法是 先确定我要表达的一个主题 那么当这个主题确定下来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这首歌的情绪走向 是悲伤的 是开心的 或者是带有侵略性的呢 我就会跟着这些 已经确定下来的情绪 来做出一个完整的beats 随后再跟着这个beats 去写歌词以及编排flow 这种模式的优点 其实就很明显了 因为有了带主题的基础在前 所以beats的情绪 跟着这个主题走 那么整个beats就会跟歌词 以及跟着你要表达的内容来走 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来说 保障的内容和音乐能够结合在一起的方法 表达所受到的限制会尽可能的小 那么随着我的在音乐制作方面技术的提高呢 接下来我又摸索出了自己的第四个阶段 我其实没有问过太多人 大家是不是都这样 但我感觉这么做的人应该还是占多数的 第四个阶段呢 依然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我有了想表达的东西 一个主题 我写了几句我认为可以作为整首歌里面几个精华点的歌词 或者第二种是我有了beats上的一个动机 比如说我某一天随机弹出了一个 我觉得非常好听的一个loop 那我可能沿着这个loop就会做出来一个相对丰富的四小节或者八小节的一个loop 也就是说我有了词或者是编曲的动机 只要先有了这两个东西的其中一个 那么我就会去补足它们当中的另外一个 举例如果我先有了beats上的动机一个小小的乐句 我可能先把它拓展成一个八小节的loop 然后再把它给复制粘贴 大概做到一首歌的长度 然后在这个loop的demo当中去填词 以这个简单的demo为基础 在歌词上做一个完整的表达 同时在整个写歌词的过程当中 你的脑子里其实是会浮现出 这一段歌词对这个beats有怎样的要求 接下来这一段又是有怎样的要求 中间有哪些小的变化 那么在写歌词的同时 我就会把这些小的需求给标注下来 当歌词写好的下一步 我就会跟着这个beats的demo 把我的人生录下来 录一个小的demo 我会把这条干声拖进我的编曲工程里 在我整个编曲的过程当中 这条人生都会出现在里面 也就是说当动机确定下来 我所要表达的内容也确定下来的时候 音乐一切都是跟着这首歌的主体人生在走 包括律动 节奏 中间小的break 或者是哪里设置一点bridge 哪里设置一点节奏的变化 全部都在跟着我的人生 跟着我的flow去走 那么在这整个流程里 既保障了你的表达是自由的 没有受到那么多限制的 又保障了音乐可以跟你表达的内容更好的融为一体 这个就是我目前做一首歌的流程了 也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对我自己来说比较合适的一个方法 分享给你们 那另外一个问题 究竟是先写好歌词再排flow 或者是先用... 这样排好flow再往里面填歌词呢 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好多创作者都有自己选择的办法 但对我来说 其实我两者都在用 具体呢 要看你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歌 举例 如果我的这首歌是一个storytelling 我所有想表达的内容全部都在我的歌词里面的话 那么当然是先有歌词再去编排flow 或者像我刚刚说的那种方法 我每写一句都会从头唱一遍 也就是歌词跟flow是同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这种类型的歌曲 你想表达的内容是重中之重 那么当然我们要保证这个表达的完整清晰准确 所以我采用先有歌词再有flow 或者歌词与flow同时出现的这样一个方法 再举例 如果我接下来要做的这首歌 最重要的是要向听众传达一个开心和快乐的情绪 我要他们听着这首歌跳舞跳起来 那么显然我在这首歌里面说了什么 讲了什么都不再重要 我只要把这个情绪传递出去 让听众有相同的感受 那就是最棒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显然会先用 的方法 把flow或旋律给排好 然后再往里面填词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保证它足够悦耳 足够动听 而在歌词的表达上 做一些小小的牺牲 我认为是值得的 所以会选择这种方式 以上就是我这些年创作所经历过的几个阶段 以及我目前的创作方式 分享给你 希望会对你有帮助 下次再见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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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